好, 看完你了 大家都知道, 文杰很喜歡足球 其實你一個星期花多少時間 在足球上呢? 我真的很喜歡看球 只看球一個星期 起碼看七、八場 再加上我會做足球分析節目 每場球可能要看幾次 所以隨時一個星期看幾十次 這麼厲害? 我想問你, 你的老婆有沒有債刑? 你看你老婆多點, 還是看足球多點? 我看什麼, 她就跟著我看什麼 尤其是我愛隊阿仙奴 我想問一下 我也穿紅色衣服 是, 感謝你支持 我也穿紅色 我愛隊上屆, 只差一點就可以獲得冠軍 我想了解一下這個新年份裡 有沒有機會? 這個真是難計算的 因為比賽真的很講述 我覺得那天的狀態沒有地運 因為主場的氣流也不同 有時候我們要計算日子 即是當兩隊拼在一起的時候 譬如那天水旺的 可能穿藍色衣服、白色衣服比較好 那天火旺的, 穿紅色衣服比較好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狗運 離運、火運 原則上紅色的東西 是比較好一點的 這樣嗎? 但球隊也有很多紅色, 是嗎? 對, 有不同的球隊 我支持的都是禮物譜, 也不弱 是… 其實我們的香港代表隊 也是紅色球衣 很重要 還好 未來九年也很旺 很旺 但我另外還想了解 我剛才也說過 因為我喜歡足球的關係 我也有在網上做足球分析節目 你做得很成功 謝謝大家捧場 但我想多些人捧場 本身的狗運都是所謂虛擬的東西 因為這個掛像中間是空的 中間空就是一些虛擬世界的東西 還有一些科技的東西 用眼睛看的東西 類似KOL, 或者是一個… 這種角色是你能夠極度發揮到 而且很容易得到名氣 我真的… 有時候一場後賽的一些評論 一口氣直落, 真是兩個多三個小時 我是這樣去, 一個人說過 其實很厲害 因為很多人很欣賞你 寧願聽你說, 未必能看到那些舞台說 因為廣播是要技術的 作為評論員, 可能有些詞彙要多 要評論得好, 技術也要… 真是說到位了 到位 你有這個技術的 不知道今年什麼顏色和我呢? 你什麼顏色都和你 但你不知道什麼顏色和我的桃花呢? 兩位小姐, 你們後婚迎軍 對, 為什麼你們在這裡? 對, 今天做員工 我聽到你說我什麼桃花 對 不關事, 最後一樣 如果選什麼顏色, 黃家燕姐 我們請一個超黑庫文 有請誠誠師傅 不好意思… 剛好收拾這貨 今天有財源 誠允師傅, 我想請問一下 今年什麼顏色和我們的女藝人呢? 今年最旺的顏色 如果要旺財的就要藍色 因為今年水是納瓶八字所缺的 藍色代表水 也是榴槤飛升, 旺升到北位的水 所以藍色特別是旺財的 所以要賺錢就應該多穿藍色 好 行了, 我就有藍色 我才有, 我也有藍色 藍色 藍色 沒有, 那我紅色行不行? 不要緊 紅色 今年要小心一點 藍色是七呎破財的位置 或者做重大財務決定 就不要穿紅色 不過不要緊, 你又穿黑色 西藍這個位置, 今年是桃花位 黑色今年是幾旺桃花的 娛樂行業, 其實穿黑色也沒問題 你穿黑色, 成衣師妹, 你穿黑色 你穿什麼?因為我不夠, 金燕姐 你遍地開花是不同的 還有, 就是綠色 深綠色, 其實今年是天才顏色 但是青綠色要小心 青綠色原來是病色 今年要小心用 要你小心一點, 朋友 什麼?這個有深綠色的 但你淺綠色的 我有藍色的 這也不是這個問題 原來說形態, 圓形屬水 方形屬土 長形, 長線的屬木 半圓屬金, 三角形屬火 藍邊屬火, 代表左青龍, 右白虎 前豬雀, 豬雀代表是非 三角形是一個是非的圖案 所以他都被人說到今時今日 太好看見他 是非的代表, 他最強 他贏了很多是非的 對, 但談到金色和銀色 金色代表鉗金, 是文昌色 讀書考試, 拿金色的文具 今年可能挺黃 但銀色要小心 因為五黃是血光之災 但有時候我們會把白色當金銀 所以白色雖然有文昌 亦有血光之災 如果你要脫, 要脫下這件 我脫下, 我再看第三件 也是白色, 別說白色, 別說白色 這樣就不太好了 全部脫下了 程婕師傅, 我想知道 除了榴槤之外 什麼人配合什麼顏色的衣服呢? 一般應該配合自己的名格 但時辰八字很難算得清這麼多人 但是月份就會定督 例如蒸月二月, 農曆出生, 節氣 木比較旺, 別再穿那麼多綠色衣服 如果農曆三六九十二月出生, 肚太旺 別再穿黑色, 沉色, 啡色 反而穿白金銀或者綠色就會比較好 如果農曆四五月出生, 火旺 別再穿紅橙子的顏色 反而穿熟水的顏色 好像藍色或者黑啡灰的顏色會比較理想 七八月出生農曆, 金太旺 穿紅橙子或者藍色就會比較好 如果農曆十月、十一月出生 水太旺, 別再穿藍色 反而穿黑啡灰或者綠色就會比較圓 明白 但師傅… 例如你這樣說 農曆蒸月出生, 我不應該穿黑 但是你說黑色是旺桃花的 沒錯, 今年是旺桃花 但你用顏色就無法發揮 就留意風水布局 笑什麼? 留意風座, 用美容 可以在榴槤桃花的位置擺設一下 還有衣著上, 有些形態都有禁忌 如果是方格的話 今年格仔其實也挺黃桃花 所以藝人穿格仔今年應該不錯 你可以幫助 動物方面, 例如龍是犯太歲 但今年是龍年 好像是熟雞、熟喉、熟鼠的人 沒有禁忌, 但一般人穿龍要小心一點 套, 今年是犯太歲 因為綠害性 犯太歲最好沒必要的 就是不要穿小兔子 牛, 還有狗 尤其是狗, 因為沖太歲 平時狗仔很聽話, 很有趣 但今年犯太歲擺出來 擺設上面, 或者衣著上面 都謹慎, 最好不要穿